大家好,我是小尹 本期视频我将带来杀手代号47 影片讲述职业杀手冷血无情 当遇到主动善为的美女时 迷失自我做起了护化死者 简直就是杀手界的耻辱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哦 男主角Neo是一名职业杀手 人狠陆子也光头抹油话不多 他是一名故儿 从小在杀手联盟接受极端训练 长大之后为神秘组织卖命 在杀手联盟里像Neo这样的杀手 头上都有一连串微信可以识别的调新码 扫一下故兄杀人力减十元 是不是很划算 这算调新码也包含了Neo的身份信息 他的代号为47号 影片开始 Neo一个人在酒吧喝酒 看着这讲究的品酒手法 旁边的美女觉得这一定是个正经人 所以准备用自己的美色将他带歪 帅哥今晚约吗 没想到我们的Neo真的是很正经哦 对着这种送上门的好事竟然拒绝了 回到房间 Neo接到一个新任务 刺杀俄罗斯总统 Neo在刺杀当天 选择长衣一处高楼里准备远程吃鸡 总统刚露面Neo一枪就抱了他的头 整个刺杀过程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 总统突遭刺杀 现场突然间就乱了 等所有人一时过来 Neo早已经离开高楼 并随身携带引爆装置处理了作案现场 刚玩这一单 Neo像网餐一样度个假放松下 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出乎他的预料 他被基地短信告知 这次刺杀行动未完成 出现了目击者佳佳 而且国际刑警也发现了他的下落 正准备与他联系 为除掉后患 Neo必须在国际刑警找到佳佳之前将他灭口 当他找到佳佳时 却发现这个女孩自己压根没有见过 而且男主刚想去问佳佳的情况 就遭到暗枪袭击 要不是当时路边有个倒霉鬼替他挡了一枪 Neo已经领了合办 而暗杀他的人也来自杀手联盟 这边国际刑警老王也赶到了俄罗斯 他调查最终Neo的案件已经有五年 但一直没有抓捕到他 回到酒店 Neo意识到自己可能中了圈套 他联系到组织 告诉他佳佳不是目击证人 但组织告知 俄罗斯总统根本没死 电脑上随后显示出总统的画面 只见他一点事都没有 感到疑惑的Neo 问组织这次任务雇主是谁 但没有得到回应 随后他接到另一位杀手的秘密电话 从中得知原来雇主就是总统自己 这一切都是给Neo下的套 还没等Neo理清头绪 国际刑警老王跟俄方本地军队 已经将酒店包围 一批武装部队已经切跳来到Neo房门外 经济失控 Neo临危不惧惊险杀手本色 在走廊的地板和房门上 他专有可以引爆的压力感应器 随后在房间的阳台上 更是潇洒脱身 他走到了酒店事先安排好的冰柜旁 从里面拿出早已藏好的备用枪 凭着自己过硬的专业实力 一个人吊打整个连 虽然后来被老王发现他的行踪 但他可以利用服务员做掩护 亲儿一举中酒店逃脱 逃脱后Neo很是淡定 先去服装店换身行头 毕竟杀手不算女人不爱 Neo很疑惑总统为什么雇人杀自己 那天明明看到总统已经被自己抱头 现在是什么情况 为了弄清这些仪团 Neo决定找到佳佳 问个明白 他先是劫持了佳佳 然后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总统包养的情人 不过在佳佳看来 自己与其说是情人不如说是性奴 Neo从杰佳的口中得知 自己那天枪杀的 不过是总统的替身 除了这些信息 杰佳还告诉Neo 总统有个哥哥阿琪 囚禁女人贩卖毒品 无恶不作 国际刑警跟俄房本地军队 都想置他于死地 不过最后还是要给总统面子 杰佳也知道总统将他拉进水 目的就是要他死 如今杰佳跟Neo是一条船上的蚂蚱 只有并肩作战 Neo也决定继续执行任务 国际刑警老王也不是浪得虚名 他很快预测出Neo所要去的位置 找了一大班人在车站埋伏 在车站Neo非常警觉 他发现了那天的杀手偷偷 周围的一切似乎暗藏玄机 Neo将杀手偷偷引入深处 即将将他打废 还跟同门师兄弟放下手枪 以武会友 最终杀死了所有师弟 面前大家都是同门的勤奋 给他们收拾 杀完所有小弟 Neo回到头头那 逼问他为什么要刺杀自己 头头调皮了一句你猜 直接让自己领了一份盒饭 Neo还发现躲在一旁的佳佳 Neo示意佳佳别作声 因为他发现还有敌人在BG Neo打上了老王的副手 跟老王打了一个照面 老王谈感情 为了副手放下武器 而作为杀者的Neo没有感情可言 他直接对的老王就是一枪 如果不是佳佳的求情 估计老王已经在隔壁了 老王穿了防弹衣 三四并无大碍 这时俄方本地军队的头头 老刘过来跟老王谈话 毕竟一个本地军的业务被人抢了 心里折一不爽 老王也不示弱 直接问候老刘的母亲 一方面Neo跟佳佳在一路的相处中 很快插出微妙的火花 两人谈话越来越走心 Neo也找到不杀佳佳的理由 另一方面 俄方本地军队老刘的一举一动 都被老王监听 因为那天老王已经在老刘身上 装了窃听器 全局掌控他们的动向 佳佳跟Neo联手 佳佳负责路面语言谈判 问出总统哥哥的下落 Neo则在暗住 注视着佳佳的一举一动 保护他 最终佳佳在特殊渠道 问到了总统哥哥的下落 两人最近朝夕相处 CP感满满 佳佳也发现 Neo不杀人的时候 真的很有魅力 Neo带他去逛街 陪他买衣服 完全一改之前的 杀手冷酷无形的模样 晚上Neo带着佳佳去 放店吃饭 吃饱喝足 佳佳想跟Neo干点什么 但佳佳露出大长腿 推倒Neo的时候 被Neo拿起麻醉剂 一针扎运 Neo开车前往 总统哥哥的住处 那里安保很严 竟然瘦身 还要被磨蛋胆 Neo确认过眼前 这个人就是 总统哥哥本人之后 一言不合 猎杀起来 最终把总统哥哥 当场杀了 佳佳逐渐对这个 看似冷酷的杀手 产生了感情 因为他知道 现在的Neo 杀总统完全就是 为了救自己 因为总统一天不死 总统就会派人来暗杀他 Neo决定 将佳佳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离别前告诉佳佳 这个Neo的名字 就是小尹瞎掰的 自己只有代号47 并答应佳佳会回来找他 总统哥哥的实讯 很快传到了莫斯科 而方本地军老刘 迫于总统的压力 正准备马上调查此事 老刘加班 整理案件到深夜 突然间灯一灭 出来看一下 就被Neo给绑了 Neo在老刘身上 设有爆炸装置 他抓老刘的目的 就是让他听自己的话 让安保人员射杀总统 果然哥哥死了 总统不得不在教堂 出席哥哥的葬礼 此时Neo早已经计划周全 八倍进准备就绪 有了上次的事件 这次总统公开场合说话 明显怂了很多 在他前面都是防弹玻璃 老刘这边 即时器在倒计 自己不听命令 就会被炸成香 他内心此刻非常纠结 不过最后还是小命要紧 他下面一样手下射杀总统 枪声响起后 现场一片混乱 武装部队开始控制人群 保护总统 Neo乔装打扮混进了 情信部队 干掉了所有敌人 狠狠将总统拖进了房间 没等总统把大道理说完 就被Neo亲手干掉 随后窗外一团直升机 无情扫射 总统尸体被捕到无数 看样子 俄方本地军老刘很有威信呀 Neo杀完总统没有逃跑 而是静静坐在原地 等着警察进来将自己带走 抓捕Neo的人是老王 他等这一刻太久了 在押送的路上 老王他们遭遇到 美国情报部门的拦截 趁乱Neo逃跑了 事后知道难错人的 美国情报部门 说了一声不好意思扬长而去 其实这都是一场阴谋 美国情报部门 为了从Neo身上 获取更多机密 所以答应替他解围 老王其实也是细经 他早前收到Neo的死亡威胁 不帮Neo自己家人 就要全部领盒犯 而当总统被杀 有权利将凶手看押 转移的也只有老王 那结局的最后 Neo再次找到老王 告诉他其实自己不想杀人 更不想杀老王无辜的家人 Neo给自己找了替身 还准备好了枪杀证据 希望老王就此结案 忘记杀手47号的存在 自己也将退出 杀手联盟 做一个平常人 老王面对一个 将自己玩透的对手 还能怎么样 只能默许接受 家家收到Neo为他 买下的葡萄庄园地产 自己终于不用卖了 成为有钱人 而Neo则继续守护家家 与那些残余 暗杀家家的杀手做斗争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